Tire Plus 持家 持家汽車服務中心 世伯格 緊緊緊隆免摳辱通通包軌 出門在外只有盛帕斯 我跟妳講 講到這個 我就知道一定有人問 要買二手車要快買 你知道嗎 因為泡水車要修 修好賣出來沒那麼快 現在快買趁他還沒修好 沒有啦那個我跟妳講 其實那個比例算少的啦 你看喔 這一次好像比較嚴重是中永和 那個永和那邊嘛 跟百靈橋嘛 其實加起來沒幾台啊 不超過100台 而且再加上一些本來就撐著 該報廢還沒報廢的 就趁著淹水就報廢掉了 所以其實數量很少啦 真的要流出來我覺得 第一 你要買到運氣也很好啦 幾萬台的二手車在市場上流動 就那100台 機率沒那麼高啦 幾萬台的100台呢 好像丟熱鬥的 你認真要買到泡水的 那個運氣很好才會買到啦 泡水車二手車商會收嗎 會啊 我跟你講喔 那個以前就這樣 以前比較會淹水的時候有沒有 你就會看喔 隔天那個災區 就會出現一些人 穿著西裝褲 然後那個BB扣 或是大顆大插在腰間 鑰匙都掛在腰間的那種 然後背一個卡棒 裡面都現金 就現場直接喊價 你知道嗎 他看到那個車主啊 門打開 水都流出來 看到自己的愛車這種慘狀有沒有 欸 老闆 哇 你嚴格很嚴重的呢 不要受理啦 是我給你買的 看多少 現場就喊價 三萬五萬 喊好現金掏出來 合約寫一寫 拖掉車都在旁邊等了 直接就拖走 現場喊 喊好價錢 那卡棒裡面都放現金的啊 直接現金 我現金給你買的啦 咬檳榔是不是 欸 欸 老闆 你看 喔 夭壽喔 不要受理了 那賣不給我啦 蛤 蛤 那賣不給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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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少錢 看多少錢 哇 夭壽啦 你看 唉唷 這裡還有烏鍋魚耶 三萬好不好 三萬不好 我們說讚耶 比報費還好幾 你報費還沒兩萬幾塊而已 蛤 沒有三萬五啦 三萬五啦 不要再說啦 我現在廠期經理也要 很久的 他們啦 我們說讚耶 不會給你那些 三萬五啦 好啦好啦 現金嘛 我有大錢現金在這裡租利啊 現場就直接喊了啊 那很久沒有了 好幾年沒有碰到淹水了 真的啊 那現場喊一喊 然後拖掉車都在旁邊等了 欸 阿文啊 差別人說好了 你如果拖廂去 拖廂去 哇 直接就拖走了 那差別就是在於 他回去修到什麼程度 一般來講 像有人講的 有的是要他的大牌 拿來貼全力車啊 或是拿來幹嘛 有的都不修了 他只要資料而已 第二個就是 拿來操帶 對不對 搞不好市價有二三十萬啊 我買三萬五啊 回去整理到 他勉強能開啊 他可以貸個三十萬這樣 超貸 他會計算啊 會去計算說 修理划不划算 因為我知道泡水車今天一定會有人問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好那個淹水隔天 那個 東森三立新聞台有打給我 有問我 其實泡水車很多人以為 那個記者 跟我在 講電話的時候 他就他就以為啊 所謂的滅頂是整個 滅掉就叫滅頂 可是我跟你講喔 其實只要淹超過排檔座上方 就算滅頂 這一般人不太曉得 因為真的很多年沒有淹水了啦 其實只要淹超過 乙座 也就是你的排檔桿上方 就算全滅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基本上 車頂 沒有什麼零件 所有的零件都在你的車的 門框或腰線以下 包含引擎 變速箱 行車電腦 變速箱電腦 所有的恆溫空調的面板 你的電動椅的電腦 那個叫做 車載電腦 全部都在 排檔桿以下 所以基本上 只要淹到排檔桿 就算全滅了 不是一般人以為 要淹到觸電 可以再滅頂 好不好 然後呢 淹水 那天 記者又問我順便就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泡水有分 大約 約略分三個程度 上次有人貼給我 從門的 門框進水進去 地毯撕掉 或者是地毯稍微淹起來 比如說三公分 基本上那個還嚴格說起來 還不算是泡水 因為其實 如果除非有些車 在地毯裡面 他的電腦在地毯下面 但是那是很舊款的車 因為現在新款的車 電腦都移到引擎室了 如果比較舊款的車呢 他的電腦還有可能在你的駕駛座椅子下方 或是副駕駛座椅子下方 所以基本上如果從門檻稍微水跑進去 我覺得那個還不能算是泡水 像有一些我有遇過啊 窗戶忘記關 天窗忘記關 結果下雨 下了一個晚上 雨下正夜 我的愛移除 稍微地毯撕掉 三公分以內 我覺得那個還 嚴格不算泡水啦 再來第二個程度就是 超過 地毯的高度 到了座椅 約略你的座椅的高度 那基本上算泡一半 二分之一泡 二分之一泡為什麼 因為可能 你如果淹到座椅的位置啊 你了不起一些行車電腦 變速箱 可能稍微有泡到水 那機件的東西我覺得不是重點 泡水最嚴重的事情是在電路板 電腦 比如說你是在 淹到座椅的高度 其實都還沒有到你恒溫空調的那個 控制面板 還沒有那麼高 都在那個椅下 那基本上 那個算半泡 因為 以上的 比較重要的一些 電子零件 都還是好的 超過排氣管其實還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其實啊 會吸水進去都是從 進氣管把水吸進去 造成你引擎損壞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吉普車要 從側面 把那個吸氣管拉出來 因為怕吸到水 那排氣管呢 基本上如果你 當然你水壓太大也沒辦法 要不然你如果只是過一些水挖 你有在排氣的狀況其實水不太容易進去 通常都是從進氣吸進去 整槓塑進去 像吸管一樣 吸到引擎以後你引擎就掛了 然後啊 我這一次看這個 淹水的影片啊 很奇怪喔 我跟大家之前分享過 台灣的泡水車都會是黃土 所以我們在檢驗泡水車的時候 都在找有沒有黃土殘留的痕跡 用這個來去判斷說它是不是泡水車 當然有很少數的清水的 納利風災其實那時候有清水 那時候到某一個大樓的地下室 他們就是清水 水是乾淨的 我跟你講那水乾淨的才可怕 為什麼 因為它修好之後 甚至連車商都看不出來 因為它沒有黃土 你很難找得出泡水痕跡 如果它整理過之後 清水 你很難找得到泡水的痕跡 其實那個就比較可怕 不過大部分有九層 絕對都是黃土水 你去看那個符合橋那應該是符合橋的吧 或是百林橋你去看那個水 都是黃色髒髒的 黃水只要一退 乾掉以後所有的土 都附著在它經過的地方 它會像黏土一樣黏在上面 而且你用清水洗洗不掉 你要用牙刷慢慢的刷 才刷得掉 那不可能有人用牙刷慢慢刷 因為太多地方要刷了 所以黃土是一個 徵兆 就是我們在判定 車子有沒有泡水 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然後剛剛有人問說 沒有去移車 然後說要政府賠那個 我覺得如果說 你自己的下大雨 你自己的車 我坦白說要有警覺性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應該要有警覺性 然後 第二個是說 如果說我今天去移的時候 我被砸門關起來 我移不出來 那我覺得 可能就可以 要求市政府說 我明明就有來移 你不讓我出來 我泡水 但是如果說 我覺得不管政府有沒有通知 可是你自己的車停在一個 其實這一次的雨連下這麼多天 如果你真的稍微有一點點 想到你的車 你應該都會想說 要不要關心一下它吧 而且 其實FB 那幾天下雨 我的FB 比如說 我有加入南港的社團 其實社團裡面就有很多人講 車子要快點移 然後這個 砸門什麼 有說要關了 在那個社團的FB 因為我現在住木柵 那木柵的社團也有人留 細紙 細紙的社團也有人留 所以其實 我覺得應該自己的車 還是要有一點警覺心 其實 都有人在提醒 我不知道 也許有些車主忙 還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自己的車 還是要自己掛心一下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東西 因為 我們對於這個是比較敏銳的 因為我們車行 我們擁有的車真的多 所以每到台風 或是連日好雨 我自己都會比較關心 注意一下狀況 那因為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其實地勢比較高 所以 還好就是 已經經過好幾次的台風 好雨 我們這邊是OK的 你不要說我關不關心 我那兩天我就收到好多訊息 小四哥 聽說你們汐止淹水 你的車要不要緊 小四哥 你們那邊雨下很大 要不要緊 其實就很多人傳訊息給我了 IG FB LINE 很多客人也都會傳給我們 所以其實 我想要不關心都不行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好不好 你們不要被那個 農場文騙了 之前有一個農場文說 定金的定 是哪個定 很重要 其實差不多意思 你知道嗎 這是有那個判決 先利可循的 主要是說 你做這件事情 簽合約 給錢 你有沒有買 這個東西的一個意願 那個定跟那個定 有人在說 那個定跟那個定不一樣喔 真的 那個 其實沒有差啦 真的 那個真的沒有差 不要被農場文那個 主要是你給他的錢 那你有沒有想買 合約怎麼簽署 所以不要再想說那個定跟那個定不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你原意就是給他錢 你想買這個東西 就這麼簡單 會比較留言 很多在說那個定跟那個定不一樣 我還講 阿六仔那邊才有你說這個 你知道嗎 哪個定都OK 好不好 爆料公社有一個 退定金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反正就是這個 有個人 他去買一台 C300 去看了車 看了車 然後 下定金 1萬 然後回去之後呢 就 跟 這個車商說 媽媽說 這個不讓他買 那要退定金 那車商不退他 你站在 買方的立場 他覺得說 你明明那時候跟我說 可以全額退款 可是這個 你們如果有注意去看他那個對話紀錄 對方是說 如果說我的車有問題 我可以 全額退給你 但是最後這個車商是說 你今天你不買的理由 並不是我的車有問題 是很單純說 你媽媽不給你買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 就照合約嘛 你就照合約走就好 你如果是定型化契約 其實定型化契約裡面有針對 訂金可不可以退還這件事情 其實他 在定型化契約裡面有說明 當然站在車行的立場 我也會遇到這個事情 我坦白說 我跟大家分享 我也會遇到說 今天客人付了訂金 簽了合約 回去說 家人不給你買 坦白話 像這一次這個案件的車商就覺得說 你媽媽也看過照片了 你也來看過車試過車 滿意你才買的 對不對 然後你媽媽還來殺價 這是車商那邊說的 你媽媽也知道你要買這個車 你現在又搬出媽媽來 說你要退訂金 我怎麼能接受 站在車上的立場他是這樣講的 我們也常遇到這個狀況 今天簽約晚上就訪悔 今天簽約隔天訪悔 我遇到這個是家常便飯 還有賣車賣完後悔的 車都留了 然後這個 訂金也給 還幫他清了貸款 他說 我家裡說 我會給他買了 我可以跟你買回來嗎 很簡單啊 我都講我訂金給你10萬 合約上面 是寫賠雙倍 不然你賠我20萬 我車還你 你錢還我 這才是合約的效力 講實在話 我講一個良心話 我可能跟他拿20 我也拿不下去 我講實在話 我跟他扣20 車還他 他賣我車 然後反悔不賣 他說如果要賠我20萬 車要拿回去 我也不敢拿 等一下要開錢 會嗎 會嗎 有可能嗎 空手奪白刃 一來一回賺20 不是可是合約精神就是這樣啊 如果照合約走就是這樣啊 看合約怎麼寫嘛 我覺得是 不用在那邊講說 他不退我 他有答應要退我 還是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覺得 就照合約就好了 那對於來跟我買車的客人 難道沒有反悔過 有 很常遇到還蠻多 真的蠻多的 當然我們訂金也沒有收 1萬塊這麼少 不退訂金可以排擠上法院 我跟你講不退訂金 上法院不會輸啦 合約就寫要罰雙倍 我沒再多跟你要1萬不錯了呢 其實有合約輸上了法院 我覺得OK吧 是他反悔不買 合約 這也政府的定型化契約 就說賠雙倍啊 我也沒跟他拿雙倍 我才跟他拿1萬而已 我也沒叫他賠2萬給我 這要顧我什麼 對吧 我覺得這是還好 有合約在就還好 但是有個問題來了 我跟你講啦 客人 要弄我們 就是照合約弄 我們不可能去弄客人 我跟他說要照合約跟他要2萬 可能嗎 再者啦 我為了1萬塊錢 我站在我自己是 業者的立場 我實在懶得為了這1萬塊錢去跟他 我雖然很不爽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會覺得說 你不是都抗完試完 我也沒有逼你 你想清楚了 我們也問你說 你要不要回去考慮清楚再來買 你也說不用 你很想買 怕被買走 你現在 一定要買 然後我才賣給你 現在 晚上你就換口金 對不對 我們這些服務人員 跟你在那邊 弄弄弄弄 瞎弄 一個下午 那是沒關係 你不買回家考慮也OK 可是你就說要買 為了你 其他的客人都推掉了 我也很不爽啊 可是問題 我為了這1萬塊錢 讓他去留我付品 讓他去爆料公社爆料我 對不對 我何必勒 有時候 真的 我跟你講消費者都很講感覺問題 消費者說那感覺問題啦 感覺對了 不要說1萬3萬給你 我也沒關係 感覺從來沒對過 我們賣車 其實也有感覺問題 你不是在爭取嗎 我已經 我叫你回去考慮啊 對不對 你就說不用考慮 你要不要回去問媽媽 問媽媽我不是媽寶 我自己給他處理 要不要問一下老婆 男人 男人買車 又問男人 對不對 我自己處理就好了 也是你講的 對不對 晚上回去 就罰貴了 罰貴了就打來說 我沒有要買 你看啦 我們先假設好不好 假設這個案件 我先假設 車商是沒有問題 合約也簽了 1萬塊 不退 結果被留到 爆料公社 然後 我再出來 在那邊解釋 弄半天 為了那1萬 我下班 沒要早上去睡 我才在 你看他那個 那個業務 跟那個客人 這樣來來往往 好幾天 在那邊 LINE聯絡 電話聯絡 為了那1萬塊 在那邊來來去去 然後到最後 被PO到爆料 PO到爆料 我還要出來解釋 我跟你講 一定有人 仇視車商的 我講一下 最簡單的 雖然 我們 線上好像500多位 觀眾朋友 覺得小事 還不錯 有沒有仇視車商的人 有沒有賭攬小事人 有啊 對不對 趁著這個文章被PO出來在下面媽三峰點火 之前那M3不就是這樣 就沒他的狗 他就看到文章 他就跳出來在那裡 民視暗示 說我聽說小事怎麼樣 沒他的狗 他也是要出來留言 你知道嗎 他趁著 小事被爆料 耶 網紅 來 站一下 來 落井下石 加油 天促一下 這個三峰點火一下 提油桶救火一下 下面就留了嘛 我何必要 給人家有這種機會 我為了那1萬塊 我那麼累幹什麼 我再來開直播 再來道歉 才有流量 太累了吧 我就常常在講一件事 我覺得我們這樣已經很好了 對不對 我們開個直播有個幾百個好朋友 聊聊天 表演一下 檳榔城 大家笑一笑 對不對 歡樂的禮拜三就過了 我媽的 出來在那邊道歉 我想關於這次爆料公社 那個客人 我跟你講 我已經 怎樣我還幫他流車三天 怎麼樣怎麼樣在那邊解釋 流量比較高 可能也比較高 但是你不會覺得 我們這樣 聊天不是很爽嗎 不是很好嗎 你要想 我們還有機會澄清 我們有影片 我們有直播 那其他的車商他沒有影片沒有直播 他沒有那麼簡單澄清 對不對 我現在與其不論這是誰對誰說 因為我們 不在當局者 不知道他們的合約 不知道他的什麼 但我在說 假設今天不管車商對或不對 第一時間PO上去 他是沒有像小獅說 有直播 可以來跟大家說明 整個事的原委 他沒有影片 可以做一個紀錄 跟大家分享 我為什麼被告 那公道自在人心 我們影片出來分享過程 有人覺得我對 有人覺得我錯 放上來大家去公平 對不對 一般車商沒有這個管道 所以現在這一種 資訊爆炸 網路爆炸的 這個時代 有好有壞 毀掉你也是網路 把你這個 拱起來的也是網路 對不對 你沒感覺 還有新聞 所以那真的很恐怖 我們是看開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滴滴掉掉 很多人說 你去YT開直播 我算不知道 YT開直播的人比較多 一定比較多 我要保證 我每個禮拜三我都在YT開 人一定比較多 真的 但是我跟你講 什麼樣的人都來了 人比較多 但是什麼樣的人都來了 對不對 很累 我又在那刷留言 有館黑 有絲黑 我如果YT開一個 絲黑都來 絲黑啊 我從很久以前就看開這件事情 就是跟消費者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 也不要說我們是比較弱勢的那一方 就是我們就是盡量 能夠退一步海闊天空 我們就退 客人太過分我們也是不行的 我覺得大家好來好去 對不對 你今天你真的有某一些苦衷 你訂了車 然後你不能買了 那好好的講 你如果要說到不會輸 我應該欠你 我也不會動你 你知道的意思嗎 好像你不要退我 我告訴你 我就跟你輸贏了 我絕對跟你告 我錢比你比較少 我就怕你告 大家都有一股氣 如果大家好 因為哪一些原因 家裡這個媽媽怎麼 太害怎麼說 家庭革命上 我們也不好意思 我們也是爛爬爹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啦就退一步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如果要討好應該 我沒去退去 要怎樣 我沒看要怎樣 試試看 我看你我就怎樣 為了一萬塊兩萬塊三萬塊 我看你可以怎樣 我要看看這一萬兩萬三萬 可以逼出你什麼錢人來 對不對 我就覺得大家好來好去 哎呀小時候你粉絲 不好意思 看這麼久了 好不容易訂了 家裡發生這個事情 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來講 怎麼會沒關係 真的啦 我的人 很軟心的 大家好來好去 沒有啦不是吃軟不吃硬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這樣 不要覺得 人家是應該的嘛 今天人家不管做什麼行業都沒有應該的這件事情 大家都是為了生活在打拼 對不對 我們也是啊 不是嗎 你也是啊 你好不容易打拼 才有機會來買車 對不對 對 何必弄了雞毛鴨血 沒有意思 好不好 剛剛在直播前 有一個網友傳了一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他主要是說謝謝我們 謝謝小師 拍影片教大家如何面對二手車商的話術 他說他們今天去看一台車 我就不要講他去哪裡看 一開始是 本來看那個 廣告是賣20萬 到現場去 變成說是什麼 全力車 說這台不要買 買隔壁的 同年份的要40萬 然後一直鼓吹 一直用很多 半推半舊的話術 後來他們就 趕快跑了 然後就傳個訊息來謝謝我 這樣 有時候我們拍這影片 擋到人家財路 也是很麻煩 可是我還是換一個角度想 消費者還是要多做做功課 可能他的20萬別人都賣30 40 你看到那個20萬去就 我覺得坦白說 你們應該自己心裡也有一個底 大家都賣30 40的東西他開價20 你們還去看 那我覺得 消費者你們自己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有太多的網站 可以讓你查到車子真實的價格 不要說真實啦 至少這個上下幅度不會超過5萬 以國產車來講 我舉個例 像我有時候我會上這個 SUM的網站 為什麼 我會去看他們 什麼車 什麼年份 什麼車 什麼配備 大部分都賣多少錢 我可以跟大家講 SUM 至少他網站上面的價格 是 確實的 我目前知道是確實的 所以我有時候我也會去參考 那邊我如果想要知道一台車市面上都賣多少錢 我都會上去 看一下 全台灣 的同款車 他們都賣多少錢 來做一個參考 我每次 都告訴我 我的車太貴 什麼小小小的車這麼貴 大水假的 我去查別人 都賣比我貴 都你說小小小貴 我說看啊 講到最後我自己都懷疑我自己了 我自己都懷疑我自己了 我還要去尋一下其他 人怎麼賣的 省得被你們騙 你不要看消費者會唬我 你不要說車商會唬消費者 消費者也會唬我 每台俄說小小小你太貴 你真的假的 查一下哪有 我還做那麼多事情 還沒跟人差不多 我怎麼比人家貴 對不對 你 你這樣說起來 我以後我就寫一本保固書 同樣紅字黑字 寫好清楚 我聽好不懂得比 保固一年來 手冊拿去 結果壞掉回來 這沒有 這也沒有 這自費 這也自費 都自費就好了 報告三年 我也幫你補 對不對 如果要照自己 媽的寫的那個保固手冊 我保固三年也OK啊 真的啊 賣的東西都保固三年 賣的都沒有報告 很簡單 我就 大家照片照鏡就好了 對不對 我上次有看到一個文 這Rub4在注意 我們要解釋一下 是看到那個網路上的文 來我分享 網友的文章 我不確定內容的 真實與否 我只是在分享這個 文章 我現在說的要注意 不然下一次 你們又有被告影片看了 有人一台Rub4說回原廠 然後結果他保養完之後 車開出來 有人跟他講說你的車在冒煙 結果後來回去以後 他的引擎裡面 沒有機油 機油完全漏光 然後他又回去原廠 原廠就說 沒有機油的狀況之下 開了五六公里 原廠跟他說你的引擎沒有受損 那把你的保養退廢 再另外贈送兩次訂保 原廠一年引擎保固 那車主是說你差一點造成我火燒車 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你說 差一點造成火燒車 我跟你講 我們也常遇到客人這樣 他都用一個沒有發生的事情 來跟你講 你知道嗎 曾經就有客人回家講說 我去你的修理廠修車 結果你的修理廠 外縣市 把我的車丟在一個 這個 很像荒廢的一個 停車的地方 萬一 我的車因為停在那邊被幹了 我的車因為停在那邊被敲破玻璃了 怎麼辦 我就會想說萬一 可是 現在就沒有 你對於說 我們的外廠 沒有把你的車好好的放在一個 室內 或者是 停車位 或者是好好的保 保護你的愛車這件事情 我們感到很抱歉 可能這個 保修廠我會再跟他溝通 請他盡量不要這樣做 事實到現在就是他沒有 玻璃沒破 也沒被幹東西 都沒發生 所以 因為我自己做服務業 我聽到客人說 萬一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問題就是 現在就沒有 你跟我講萬一 我該怎麼 補償你的萬一呢 你知道他意思嗎 你現在跟我講完話 萬一 回去覺得 心情不愉快 胸悶死掉了怎麼辦 你要怎麼負責 所以 像這個也是 他說你這次 你卸油螺絲沒幫我鎖好 萬一 火燒車怎麼辦 可是問題 NO 一嘛 一嘛你知道 日本圍 一嘛 NO 就是沒有 要講萬一這個事情 是有一點點 空泛 有沒有 你們會這樣覺得嗎 萬一 就是就事論事 現在 車子這樣 他現在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我覺得就現在的狀況來講 這個事件 我覺得 唯一比較難界定的 就是引擎有沒有受損 對不對 引擎有沒有受損 就這件事情來 就是論事嘛 修理廠跟他說沒受損 可是 他覺得說 一台車 沒有機油 開了五六公里 也冒煙了 那你跟我說引擎沒受損 我不能接受 那這個我就覺得是 就是論事 好 那現在我們就 把問題focus在 引擎到底 你怎麼說他沒受損 或者是說 我是車主 我要來證明 引擎受損 我要你 原廠陪我 我覺得OK吧 我覺得從這個 現在的狀況下去判別 但我不知道後來這個是怎麼樣 我是跟大家分享這個 文章 好不好 反正就是他可能 卸油螺絲沒有鎖好 然後就車主保養完 車主就冒煙 引擎 機油漏光了 原廠就說 陪他保養 保養不收錢 陪他兩次訂保 怎麼樣 那車主不能接受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去證明 這把就神奇 漏光前 機油燈應該要亮才對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其實 因為這個事件 就是原廠的保養 所以我覺得應該去找 比如說這個 汽車工會 有一些汽車工會 去做鑑定 那可以鑑定 氣缸有沒有受損 那個 有的用內視鏡 搞不好就看得到了 我覺得這個車主 可以去試著證明 這個部分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 發生在我身上 我很簡單 我就是會去請 比如說這個 修理工會 氣修工會等等 來證明說 來證明說我的氣缸 確實受損 我一定要這樣跟他爛的 我也覺得說 沒黑油塞 五六公里 我不相信沒受傷 我是這樣覺得 我是覺得 應該有受傷 但你要鑑定 不是我們說受傷就受傷 對不對 試著去鑑定看看 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論壇的文章 跟大家分享 這分享 這不是我講的 我 經常跟你們說 這個案例 會不會人家都已經和解完了 然後我他媽的 我公親變四組 現在很多小車後保桿都沒內鐵 這樣有安全疑慮嗎 我坦白話講 我不覺得內鐵是 對於車身結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其實很多人 我跟大家分享 大家千萬不要再覺得說 鋼板的厚跟薄 我有時候 拍到一些車 他們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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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個是一個節目效果 其實我們心裡很清楚 你現在已經不能再用開關門的聲音 鋼板的厚度 有沒有內鐵 去當作一個車子安全的一個基準 因為現在的車子有很多的龍型結構 它有很多的溃縮的裝置 板件的強度也不一樣 再來一個 它的溃縮是什麼設計的 有可能頭尾溃縮之後它的龍型是完整的 有可能它的板筋很薄 但是它裡面的鋼梁很粗 所以不要再用鋼板的厚度 跟有沒有內鐵去覺得說這個車子是安全不安全 我覺得這個未必是準確的 然後這個我衍生出一個問題 最近會有消費者來問說 小師哥請問一下內鐵換過 到底算不算事故 那我跟大家分享 我的回答是不一定會影響 因為現在很多車甚至它的保桿都沒有內鐵 所以內鐵已經被視為一個可以更換的東西 因為內鐵原本就是螺絲 四個螺絲 八個螺絲 拆開內鐵就換 有時候你換保桿 你不小心屁股被頂到一下 車頭頂到一下 你可能要換內鐵稍微有凹進去 你可能要換一隻新的內鐵 螺絲鎖一鎖 就鎖上去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過 一個車子上面有做螺絲的地方 基本上它屬於對於結構影響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東西 它才會做螺絲 所以其實現在前葉子板的更換的影響 就沒有那麼大了 但是車側的門 可能影響就會稍大 因為這塊板件 我跟你講你看大小片 越大片的板件其實影響是越大 還有一個就是 沒有螺絲的影響是最大 你要用切燒焊的那個影響才是最大的 那至於有螺絲基本上都不會被列為重大的事故 你包含大樑 它是沒有螺絲的 兩根直挺挺的在那邊 不可能換大樑 前面凹掉了 要嘛就切掉接一截 要嘛就是拉直 噴漆 所以像大樑那種 沒有辦法用螺絲去拆卸更換 換新的東西 基本上那個影響才是最大的 所以我覺得 內鐵對於車身殘值 硬要尿的話當然有影響 如果今天站在車行的立場 內鐵換過 有得扣一定要扣啊 對不對 站在車上的立場一定是這樣 但是其實你說影響有沒有那麼大 其實 以現在來講 我覺得啦 我自己在估車 我覺得內鐵的影響 比較沒有那麼大 因為甚至我也遇過 一些車 內鐵生鏽 內鐵生鏽 我以前也有這樣做過啊 回來 我們的驗車 驗車丸 工作人員報告 這台車內鐵有生鏽 那就換新的 我就把內鐵換掉 那有事故嗎 沒有啊 對不對 沒有事故是因為它生鏽把它換新的 那你要說那台車事故嗎 內鐵換過 事故 我是怕你生鏽 我危險嘛 因為生鏽強度就更低 生鏽也不好看 我要賣人家一台車 小事你賣我一台車 內鐵怎麼生鏽成這樣 也不能看啊 所以內鐵我覺得 其實還好 主要內鐵會影響什麼 因為內鐵跟大梁鎖在一起 比如說 這個是大梁 這個是內鐵 鎖在一起 可是有時候你的撞擊 因為你的內鐵被撞到了 所以一擠 你的大梁其實 這邊有稍微被擠到 這個就有算是故了 但是如果單純只是內鐵凹掉 拆開 換一支內鐵來 其實 我覺得還好 有時候我們在講 裡面有一些保利龍什麼 那個其實都節目效果 很多車裡面 保險桿裡面都有保利龍 那其實它那個是保利龍不是在 防安全 它是在防震動 或者是要撐住那個 保桿 所以那個保利龍其實不是偷風減料 你知道嗎 有些有內鐵也會有保利龍 它是防止那個 你的保險桿塑料跟你的內鐵 震動有敲擊 或者是說保桿太軟了 你需要一個保利龍去撐住它塑形 所以那不是偷風減料 不要看到保利龍 怎麼會有車在用保利龍 不是喔 那是有效用的 自達前檔 玻璃被彈到石頭 怕更換玻璃會有 密合度的問題 是不是能補就補不要換 前檔玻璃的話 除非它做得很醜 前檔玻璃也是要看店家 那有些真的會做得蠻醜的 那漏水我是覺得 有機會 所以我建議如果要做這個換 前檔玻璃這個事情 還是要找 專業的廠商來做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你說前檔被石頭彈到玻璃 還是要看你那個洞大小跟深度 如果有穿到裡面來 那補可能 只能延緩它 繼續裂開的機會 那看如果是小小 一個凹痕 那補的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主要是 矔玻璃沒打好 它不是會漏水 第一個矔玻璃沒打好 漏水機會是比較少 可是因為它矔玻璃打的那個 手露的問題 有可能矔玻璃跟板筋的接縫會 甘水 你知道嗎 有水分會停留 你如果 系列康沒有打好 水分停留在上面 久而久之你那邊就會生鏽 生鏽就會鏽穿 鏽穿水就跑進去 所以是主要是那個矔玻璃有沒有打好 打矔玻璃的技術很重要 國產的日系車安全性是不是還很差 不會還好啦 我真的覺得安全性這種東西 不是說不要注重 這跟保險一樣 你知道嗎 你不能說 我一個月買5000的保險 賠太少 我要一個月 3萬的保險 比較全面 問題是你要有3萬 你要一個月有3萬去付保險費 這跟買保險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有多少錢 做多少事 我自己是這樣認為 我們每個人無非從走路騎腳踏車 做公車 到這個騎摩托車 到有錢買了一部車 買了車以後 我們也是從 便宜的國產車 3萬5萬開始開 開到30萬 開到80萬 開到100萬 開到150萬 之類的 你不能說我開3萬5萬的時候 我說我賺錢 我就沒錢 我在煩惱安全性 我說真的 我不是說有錢的人 才可以煩惱安全性 我是說 在我們有限的 預算之內 那把這個CP值發揮到最高就好了 不要太擔心 真的因為我遇到很多人 他被周遭的人一直跟他強調 安全性的問題 然後他本來他的錢 我舉例 可以買一台 Artist 甚至好一點 福特 好不好 福特可能 大家這個 覺得安全性稍微好一點點 本來可以買個福特就好了 可是呢 他被說到什麼 去買一台 比如說PASA 不是PASA 二手車很便宜 好安全喔 電鍋鍋 安全器人跟那些而已 問題來了 你養不起 你每一次一保修八千一萬一萬五 每次一保修一萬一萬五 你受了嗎 壞一個東西八千 你為了這個安全 結果你忽略了你的經濟狀況也不行 所以其實二手車好玩就在這邊 你一樣的預算 你從這個Artist買到賓室你都能買 所以 我覺得是要依照自己的經濟能力 把你的預算發揮到最高點 這樣就好了 至於安全性 一起考慮進去就好了 吃泡麵對健康不好 我都吃泡麵了 你覺得我還在意健康這件事情嗎 大家晚安 會員周五見 拜拜 大家拜拜 有點酒賞喔 有很多喔 有點超飲酒 大家拜拜 晚安 對嘛 有沒有 罵到了嗎 Tire Plus 持家 持家汽車服務中心 Sepakaku 緊緊緊龍免摳魯通通包鬼 出門在外只有盛帕斯 大家晚安